保存大姜不要直接放冰箱 老姜能教我一个土方法 不烂根,不发芽 冬天来了,北方人又开始囤菜了 遇到一寸储幼价格合适的蔬菜要多囤一些 像白菜,萝卜,大葱,洋葱都可以多买一些 不然遇到下雪天气菜又少又贵 多花冤枉钱 早上感激看到一位大叔在卖生姜 才三块钱一斤 大妈们都在抢着买 跟着大妈买准没错 我也买了几斤 够吃好几个月了 虽说生姜是调味品 可冬天用姜的地方还真不少 去新区寒都离不了它 趁着便宜多买些 能吃一冬天 很多人不会保存生姜 怕买多了烂掉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下生姜保存的小妙招 也是菜浓教我的土方法 不烂根不发芽 方一年照样新鲜 学起来吧 生姜别再放冰箱了 教你正确方法 能保存一年 小窍门食用 生姜的味道很多人接受不了 但它的营养却是众所周知的 富含丰富的氨基酸 钙 铁 磷等营养元素 有解风寒 解毒 止咳等功效 所以冬天家里要常备生姜 家人有感冒咳嗽的煮点姜汤喝 必吃要强 煮姜汤的时候 加点红枣 红糖 姜片 枸杞 煮开锅就可以了 喝上一碗浑身暖洋洋 就算不感冒也隔三差五喝点 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你喜欢生姜的味道吗 那么买回家的生姜 如何才能长时间保存呢 很多人习惯直接放冰箱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才是正确做法 能保存半年 怎么放都不干 生姜怕冷怕潮湿 所以放冰箱里容易冻伤 另外冰箱里的湿度也比较大 会导致变色变质 腐烂速度加快 买回家的鲜姜先放通风阴凉处晾三天左右 姜皮明显变干了 这时可以放到一个纸箱中 常温下保存就可以了 能放很久都不干不烂 因为纸箱不但能保温还能防潮 只要是温暖干燥的环境就能存很久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破皮断裂的 如果有破损的先拿出来吃 这种保存时间比较短 别好的坏的都放一起 这是保存方法一 方法二 把生姜放入报纸中包裹好 放到通风处存放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和纸箱保存法一样能存很久 一般量不大的就用报纸包裹就可以了 不占空间 方便省事 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实用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即可 吃的时候掰下一块再放回原处 随吃随拿 特别省事 能吃到来年春天都没问题 所以切记不要再把生姜放冰箱里了 不是所有菜都是合冰箱的 除了做调味品 生姜还有很多用途呢 平时泡饺的时候加点姜片 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睡眠 还有现代人很烦恼的脱发问题 洗头的时候加点姜汁 就会得到改善 做煎鱼之前 用姜片把锅底涂抹一遍 就能防止鱼粘锅破皮了 这么多食用的小妙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 真是好处多多呀 第三个方法 首先需要我们将生姜放到大盆中 用一点点水打湿生姜表面 撒上少许食用盐 增加摩擦感 然后用一次性牙刷刷洗干净生姜表面的泥土 洗净后再储存 这样一来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更加方便了 最后清洗好之后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一遍就干净了 然后放到阳台晾干水分 第二步在小碗中倒入少许白酒 把晾干好水分的生姜沾上少许白酒 然后放在一旁等白酒自然晾干 用保鲜膜将生姜包裹起来 还再用一个袋子把所有的生姜放到袋子中 将里面的空气挤干 然后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样保存一年都不会坏 生姜有哪些好处 一、提高睡眠质量 伴随现在社会的进步 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 大脑长期的处于紧张状态 人的睡眠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面临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些情况对人的身体健康都不是很好 脚被称为第二心脏 又有着很多穴位 那我们经常用生姜涂抹脚底 可以有效地促进体内血液的循环 帮助放松身心 从而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二、趋湿寒 平时淋雨、感冒 回家 老人都建议喝一杯姜茶暖暖身子 这就是利用了生姜有驱寒的作用 若每天晚上坚持用生姜涂脚底 刺激各个穴位 疏通各个经络 排出身体里的湿气和寒气 就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 三、去除脚臭 可能很少女性朋友会有脚气 但脚气的形成又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 女性朋友在妊娠期间 由于内分泌的失调 引起皮肤抵抗真菌和细菌感染的能力下降 导致形成脚气 晚上睡觉前可以在脚底下涂抹一些生姜 能够有效地起到消炎杀菌的功效 缓解脚臭的情况 四、缓解痛经 部分女性可能有痛经的情况 而生姜能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 改善子宫的内环境 活血化瘀 对于缓解痛经具有非常好的帮助 五、有助减肥 很多女性朋友为了变美 选择节食 去健身房健身 来减肥 往往都无功而返 可以试试每天晚上睡觉前 用生姜涂抹自己的脚底 帮助去除身体的湿气 加快人体内的血液循环 促进人体对脂肪的代谢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生姜加鸡蛋消除大肚难 下面给大家分享非常好吃的生姜鸡蛋汤 坚持一个月消除大肚难 没想到瘦得这么快 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实用 我们一起看看是怎么操作的吧 一、首先我们把准备好的生姜放入大碗中 淋入少许的清水 再加入一小把的食用盐 用芽刷轻轻地将生姜表面的泥土给它刷洗干净 生姜表面有很多泥土 光用手揉错是搓洗不干净的 加上一点食用盐 再用芽刷来刷的话 这样更加有效地去除生姜表面的泥土 同时食用盐还可以很好地消毒杀菌 清洗干净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遍 放置一旁备用 接着再把生姜放在案板上 先将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生姜丝 最后切成生姜末 尽量把生姜剁得碎一些 将生姜的姜汁给它激发出来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二 再准备两个鸡蛋在碗中把鸡蛋打出来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将它搅拌成鸡蛋液的状态 中途我们可以加入少许的白醋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鸡蛋的腥味 搅拌均匀之后放置一旁备用 三 接下来准备一口砂锅 把切好的生姜末倒入砂锅中 开中小火 慢慢地把生姜炒出香味 然后在锅中淋入提前煮好的开水 盖上盖子组织两分钟 把姜汁给它煮出来 四 两分钟过后打开盖子 再把鸡蛋液慢慢地淋入砂锅中 动作一定要慢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花才会更加地漂亮 鸡蛋淋入锅中之后再煮半分钟时间即可关火 五 最后用勺子充分地拌均匀 就可以开喝了 这样煮出来的生姜鸡蛋汤非常的爽口 对身体非常有益 而且吃多了还不怕长胖 另外还可以有效地起到碱汁的作用哦 六 如果您觉得味道太寡淡的话 也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红糖调个味 这样精气的朋友也可以使用 另外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喝一碗当做早餐吃 营养丰富 而且还能够趋寒暖胃 喜欢的朋友试一试吧 坚持一个月 消除大肚腩 营养丰富